第213集 在江南省的时候一直有小邓 他早就习惯别人为他开车 自己开 除非特殊情况 他并不喜欢操作这种冰冷之物 在夜晨看来是随便的话语 但是在其余几人眼中却变味了 除了卫影 其余几个女生似乎对夜晨突然失去了兴趣 在他们看来 夜晨连车都买不起 穿着也没有任何品牌的服饰 这种人估计就是一味死读书的存在 就算是天才又如何 教授又如何 条条大路通罗马 有些人就生在罗马 而眼前的夜晨早就在起跑线上就输给了别人 也只有拿成绩说话了 其余四位女生都或多或少对夜晨失去了兴趣 唯独卫影 那个穿着白衬衫的男老师微微一笑 仿佛找到了什么自尊 对夜晨道 夜教授 好好努力什么都会有的 你的工资刚开始不会太高 但是攒个几年买辆车 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加油吧 对了 我叫吴凡 是土木系的一位副教授 吴凡本想拍拍夜晨的肩膀 却直接被他躲开了 走吧 不多时 那四位男老师各自开了一辆车 出现在了校门口 一辆奔驰 一辆宝马 其余两辆是日系轿车 品牌也不错 这次聚会总共十人 四辆车足够了 其余四位老师根据关系程度 直接上了三辆车 唯独吴凡的车还是空着 吴凡将车窗摇了下来 嘴角勾勒一道自信的笑容 对一袭长群的胃影道 魏老师 你坐我的车吧 我刚好有些口语问题 要和你讨论一下 过几天要代表学校出国 我可不想丢脸 说出此话 吴凡一脸期待 话语中根本没有提到夜晨 他也是丝毫没有邀请夜晨的意思 不知道为什么 他只想夜晨主动求他 夜晨的难堪 让他感觉到莫名很爽 魏颖自然知道吴凡这些心思 他看了一眼夜晨 眸子有些自责 生怕伤及夜晨的自尊 本以为很愉快的饭局 直接被其余几位老师的攀比 闹得很不愉快 他眉眸一转认真道 吴教授 我和夜教授一起打车吧 反正我们知道餐厅的位置 听到这句话 吴凡的脸色有些铁青 无奈之下只能道 魏老师 有县城的车不坐 打什么车呀 这样吧 你和夜教授一起上来吧 你坐副驾驶 夜教授坐后面就行了 魏颖看了一眼夜晨 征询意见到 夜教授 这样你觉得怎么样 夜晨眸子淡然 拒绝道 不必了 我自己解决 他可不想找罪手 到时候车上那吴凡 必然又会炫耀什么 拖无趣呀 吴凡一听夜晨拒绝就来气了 夜教授 你自己解决是什么意思 你也太玻璃心了吧 我只不过说你一句而已 你至于如此吗 难不成你要跑去餐厅 距离这里可是有六公里 还有你就算不为你自己考虑 也要为魏老师考虑一下啊 他就这样坐在车上说着 话语带着一丝傲气 以及不悦 一个在车内 一个在外面站着 在吴凡看来 仿佛意味着两人身份悬殊 差距之大 夜晨摇摇头无奈道 你误会了 你的车空间太小 我不喜欢而已 后面的郑瑞 见这边迟迟没有动静 打开车门走了下来 不悦道 夜教授 你能别磨蹭吗 空间小 夜教授 你虽然是海归教授 我尊重你 但是承认别人 比你优秀就这么难吗 那辆奔驰车 是吴教授 靠自己的实力赠来的 他的一篇论文 奖金八十万 夜教授 我知道你还年轻 有极度心理 但是这次是我们为你 欢迎你 才一起去吃饭的 你能不能成熟一点 不要闹不愉快 随后他看向魏颖 吩咐道 魏老师 既然夜教授一意孤行 你就上我们的车吧 人情冷暖 原本热情的郑瑞 等知道夜晨没有车 态度截然翻转 在外人看来 夜晨无疑是此刻 最尴尬和难堪的存在 魏颖站在夜晨的身前 对郑瑞道 郑老师 你这话说得过了 你自己上车吧 我待会儿和夜教授 一起打车来 他的语气带着一丝冰寒 这群人太过分了 吴凡看了一下时间 有些不耐烦了 对夜晨道 算了 既然夜教授不识相 那么我们也没必要 热脸贴冷屁股了 这样吧 我请大家去京城新开的那家 魏轩酒楼吃饭 至于夜教授 他如此傲气之人 估计也不需要吃饭 一下子场面差点失控 虽然没有人说一句脏话 但是夜晨无疑是被针对了 原本这顿晚饭的主人 竟然被硬生生的排挤出去 这是多么可笑啊 吴凡和郑瑞几乎不打算 给夜晨台阶下 魏影的表情忽明忽暗 一只手直接抓住了夜晨的手 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几人 然后对夜晨道 夜教授 今天电梯的事情 我还没谢你 既然这样 我请你去附近的饭店吃饭 怎么样 他是彻底怒了 这一刻 他彻底看清了这些人 道貌岸然 行吧 夜晨看了一眼死死 攥紧自己的袖手 能够感觉到魏影心中的气氛 他对魏影的性格也是好感了几分 就在这时 不远处一辆麦巴赫上 刚打了一个小盹的司机清醒过来 看了一眼周围 第一时间发现了校门口的夜晨 饭点的时间 夜先生出现在门口 他瞬间明白了什么 向承东交代的事情还历历在目 不再犹豫 他直接打开车门 向着夜晨快步而去 夜先生 您要用车吗 夜晨一正 这才反应过来 看了一眼不远处的麦巴赫 点了点头 随后拍了拍魏影的肩膀道 走吧 现在有车了 夜晨来到麦巴赫门前 司机主动弯腰 为他打开了车门 更是恭敬道 夜先生 请 夜晨没有一丝波动 迈着大腿直接进入车内 坐下之后 更是对魏影道 上车吧 这一刻 整个世界仿佛安静下来 吴凡和郑瑞彻底懵了 原本猙獰的表情 仿佛见鬼一般 就连魏影也是身躯僵硬 一动也不动 美眸中 一彩荡漾 深深地盯着夜晨 绝美的脸蛋上 全是惊奇 惊喜 震撼 他想要将夜晨看透 无数道目光向着迈巴赫射去 放眼整个大学城 迈巴赫都算得上顶级奢侈汽车品牌 至少一千万 关键这辆迈巴赫还是家常版 更重要的是 这辆迈巴赫的车牌 竟然是白底车牌 意味着这是特殊牌照 许久的沉寂之后 所有人不由自主地咽了咽口水 吴凡和郑瑞感觉脸颊火辣辣的 很是难受 他们眼眸甚至都是畏惧 在他们看来 叶教授的确没有车 但是 是有人给他开车呀 他要个屁车 而且是顶级车和牌照 这种人身份会低 输在起跑线上 死读输 怎么可能 吴凡全身都是汗水 纵然车内开着空调 他的白衬衫已然湿透 他只不过是一个大学教授而已 这在普通人眼里 属于上游圈子了 但是在叶晨的眼里 连个屁都算不上了 他甚至在想 自己得罪了这个叶教授 会不会连他的身份都不保呢 校长如此小心翼翼地 对待一个人 很显然 对方身份不低呀 早就该想到了 这一刻 现在的氛围诡异到极致 所有人心中的第一反应 那就是这个新来的叶教授 到底是什么身份呢 车内的叶晨 没有兴趣理这些人 看了一眼发呆的魏颖 开口道 你到底上不上车啊 嗯 好 魏颖好不容易反应过来 连忙上车 看着叶晨的眼神 也变为忌惮 坐在车内极其不自在 司机刚想把门关上 一道身影冲了过来 叶教授 刚才实在不好意思 我这人就是话多 要不 我上车给你赔礼道歉呢 郑瑞笑了笑便准备上车 脸皮厚到了极致 滚 叶晨表情骤然冷意 扫了一眼对方吐出一个字 一字落下 郑瑞感觉全身僵硬 如临冰窟 司机也是察言观色之人 瞬间明白过来叶先生的意思 不再犹豫 五指直接抓住了对方的衣领 也不管对方是个女人 直接甩了出去 随后司机直接将车门轻轻关上 上了驾驶座 买巴赫向着主路开去 这里的冲突 其实校门口的那些保安 早就察觉到了 但是一看到车子的牌子 他们便缩在了保安室 假装看不到 一场闹剧 失去了主人公 自然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在郑瑞和吴凡的眼里 就算叶晨离开 那一抹深深的恐惧 依然是无法消散 买巴赫车上 魏颖看了看周围 脸蛋微红 他想问什么 但是话到嘴边 还是咽在了口里 他只觉得 这个新来的叶教授 有些神秘 神秘如黑洞一般 能开得起这种车 应该很有钱吧 他甚至在想 为什么叶晨只邀请他 会不会是对他有意思呢 他对自己的容貌 还是有几分自信的 邀请他吃饭的人多了去了 他一一拒绝 主要是不想欠人情 但是眼下 是他请叶晨吃饭了 怎么拒绝 坐在车里的位影 感觉到有些坐立不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